在上週我們上課的時候有建資料庫 我們在自己的電腦頭建個MAMP的資料庫 叫WAMP的資料庫 就是有一個 這種綠色W的這個按鈕 我們安裝好了 上一半已經有這個進度了 安裝好了之後呢 我們會如果有這個程式叫MySQL的一個小工具 他全名叫做Basic SQL的這個資料庫 的這個韓式庫 有了我們連自己的電腦 如果你用的是蘋果電腦 請使用MAMP的8889 把數字PORT的數字改8889 IP改你自己的LOG HOST沒關係 密碼帳號蘋果電腦請用ROOT ROOT 然後呢Windows的WAMP使用ROOT跟控格 然後資料庫跟表格都建立好之後 我們的這個範例程式 直接結果會把上禮拜所建出來的資料庫 上禮拜製造庫這邊有學姊豐佳燕學姊的學號 他的電話就都可以秀出來 那他的程式碼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再講從哪裡來 第一個部分他先用字串做處理 因為資料庫在建立的時候 我們用字串人類讀得懂 電腦也可以翻譯成空 他會把這個字串的數字 字串到時候會變成數字 會把這個轉換成IP 172.0.0.1 127.001 然後這個ROOT密碼上要輸入進去 就找到我們的資料庫 所以他既然把第一件事情 他會寫一個 MySQL大寫的物件 叫MySQL 建立好這個物件 所以前面有一行 這行要另外安裝 這行叫做 Deutsch德國 有一個叫Beijic的這個人 他寫一個資料庫的處理 叫Sequel資料庫 我們引入他的韓式庫 這個人寫 那他的名字叫做 JFENET的這個人 他寫的程式碼 那他寫完這程式碼之後 已經 宣告 已經import 也宣告好物件 這個POR也準備好 等一下他會直接從最前面 把這個字串 拉到我們的程式 在Setup 含式裡頭 所以我們往下拉 在Setup 含式裡頭 他把 MySQL 的這個物件 等於 New 一個大寫 New 一個 MySQL 原貨號 Lease是自己本身 PAP是自己本身 然後 DB HOST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IP Local HOST 冒號 8889 或者是我們剛剛的3309之類的 後面的Database名字是 字串 我們剛才講 施打 支教所 然後呢 User 叫做 不是 不是User 這個Name就是我們的資料庫 IUser跟密碼 就是預設的ROOT跟控格 所以這一行 就可以幫你把一個表格 丟給MySQL 搞定 就這一行 所以我們用它很簡單 拿範例來改 宣告好一個變數 然後把它 New好 準備好了 然後後面呢要開始嘗試連線 通常嘗試連線有時候會失敗 如果網路沒有開 如果POR的資料庫沒有開起來 如果帳號密碼寫錯 如果表格不存在 通通都會失敗 那成功的呢 Connect的if 就是if Connect連起來 成功了就回答 就他成功了 那我們開始下一個 所謂的資料庫語言 這個資料庫語言的 全名叫做 SELECT指令 SELECT COUNT SIM 一個資料庫 弄完之後呢 他可以知道 FOR 現在有幾行 他把現在資料庫裡頭 那個資料庫有兩個人 一個是我 一個是 峰佳燕學姐 那麼他就把所有資料庫都下完 這個 QUERY的指令 SELECT SQL Q 就是QUERY的意思 就結構 查詢語言 所以這是我要做一個查詢 查右邊這個 有幾行 他告訴你有幾行 Table name 就剛剛講的name的這個table 找到這個資料庫的表格了 那下面他就跟你講 城市有兩行啊 所以往下看 左下角黑黑的地方 看不是很清楚 他跟你講 LUMBER OF ROSE 有兩行資料庫喔 如果你有很多行 就數字會很大 所以這行就做法 這行有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都沒有 他只是確定 你有成功填上資料庫 知道有幾行 就這樣而已 你知道他有幾行了 下一件事情 我們再下一個新的QUERY 每次的QUERY 都可以是獨立的事件 QUERY完 然後再丟掉 我做下一次QUERY SELITE SEEM FROM DATABASE 我就會從這個表格以後 拿到所有的表格細節 我用個畫圍圈 把它資料一筆一筆拿出來 總共有兩筆 第一筆跟第一筆 這邊全部講完 找到的ID 名字 學號 Telephone 就是電話 把學號跟Telephone 接起來之後加個空格 我們就把學號跟電話 接起來了 那接完之後 resolve就加起來 如果如果我們想要有個空格 那我們這邊可以加一下 加上空格 加上電話 那麼電話跟 學號 跟 學號 在這個S1 跟電話中間 就會加一個空格 然後這邊如果失敗 他就說 IKE 就笑你一下說 有個錯誤刷真的 這不重要 總之 記得 一旦 買Sequel 準備好 每次只要下一個Sequel指定 後面字串就寫正常Sequel的字串 把那個字打好 打完了 他就會怪怪的幫你做資料庫檢索 連到資料庫做所有事情 做完了 每次 下一行 下一行 幫每一行都拿出來 你就達到所有的資料 取完之後呢 resolve 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答案要幹嘛 答案就是 這下面很白癡啊 做指令 我在一個 比如說我在 10100的地方 把剛剛 學姐 封加恩學姐的姓名弄出來 所以畫很簡單嘛 我們看看結果 封加恩學姐的 學號在這裡 他的 假的電話在這裡 我們就把整個資料庫開完了 所以全部動作 極為簡單 分成上面 要有資料庫的功能 要建構一個資料庫的物件 然後下面是資料庫的字串 等一下要連結 大部分都在第一行用的 New 的時候 大部分都拿用 New 什麼呢 New 這一行 把 IP 網址 Port Lumber 準備好 資料庫名稱 帳戶密碼都弄好 從此 這個馬西國 天下無敵 就可以下 sq query q的指令 那q指令有什麼呢 q指令 你可以選擇 那接下來就是你開始記 你學會哪些資料庫指令 我們全部不交 我們只讓大家熟悉這種感覺 有個功能 建構個物件 物件New 好 就可以有個點 小數點 然後把功能拿出來做 那做完之後很開心 下一行就直接幹嘛 下行直接印答案啊 印答案方式非常的簡單 他就是 下一個query指令 這個是query 就是 sq q的那個指令 q指令下 然後把所有資料弄完 最後把資料印出來 就這樣 這是資料弄完 query的資料弄完 啊就是印答案 剛剛資料寫在result result印答案 我們就把 那個 所有我們需要的 問題就解決掉了 好那很輕鬆對不對 一點都不輕鬆 因為 這個在哪裡 就是問題 如果有他很輕鬆 有翻譯什麼都有了 他在哪裡 他在一個 你不知道的網路上 所以我教大家 一切都是用Google找到的 我們找Google吧 開心網頁 Google processing .org 空格 我們要搜尋 MySQL 很簡單的指令嘛 只是找出來結果 第一筆 就是討論啊 第一筆就是答案啊 第二筆也是答案 全部都是同一筆答案 我們看第一筆講什麼 他說如果你要用 MySQL 配上processing 然後他說 請使用有一個德國人寫的資料庫 叫 NewMySQL 寫完就好了 他網頁在哪裡 就照他做吧 這邊是有人遇到問題 遇到問題不用管他 因為他就說他使用某某資料庫直接用他 那我們就說他的程式碼 這全部都是同一個資料庫 目前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寫 一個德國人寫的資料庫可以寫 他的正解的資料庫 他最後的結果 其實你找 看完這兩三篇文章 看完之後 他就可以講 答案 叫做 Bezier SQL Bezier就是那一個人的名字 他的帳號叫Bezier 他買一個網址叫Bezier 所以我就找一下 Bezier Bezier Sequel 然後IB Bezier SqLib 或SqLib 那點他他就教你說他就可以用 所以下一個Google關鍵字 叫Bezier Sequel 獨一無二品牌 Bezier Sequel搜尋 找到第一個就是答案的 他有專屬processing的 點他就可以做一下 他教你怎麼做 真的嗎 真的我們點進去 那為什麼0.2.0他很客氣嗎 他覺得這個版本還不成熟 我就這樣點 有他裝起來就成功了 好我們基本上我們這邊就給他暫停掉了 理論上有他就成功 那個人的名字 叫做 Floria Janet 他姓Janet 名Florian 的這個人 簡稱F 然後 Janet 的這個人 他寫就是資料庫 他說你只要有買Sequel 或者是 Posquio Sequel Posquio Sequel 我這個不會念 Posquio Sequel 或者是 Sequel Lite 任何一種資料庫 他全部可以連 他是通用的資料庫 所有資料庫都能連 他層次寫得很好 然後呢 你只要裝起來就能弄 缺點 缺點 他只能裝在 Posquio Sequel 2.0跟1.5 不能裝在Posquio Sequel 3 蛤 Posquio Sequel 3不能執行 對 我剛才試過Posquio Sequel 2 一裝就可以執行 浴室安裝就執行 完全不需要三小金 Posquio Sequel 3呢 很辛苦 不過你不用擔了 三小金 我可以執行 我就把答案送給你 就可以執行了 因為他裡頭 Posquio Sequel 2跟3有一個地方 翻譯不一樣 所以 當初 剛剛 錄影片那個人 Posquio Sequel那個很厲害那個人 那個高手 他大概就花了三行程式碼 就把它改成可以WALK了 只是他忘記產生執行檔 你沒有執行檔可以用 我已經產生了 我把執行檔送給大家就可以了 總之 Posquio Sequel 如果2.0直接安裝 3.0就裝我 我給你下載版本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用剛剛那個翻譯全部給他做完 我們錄影錄到這邊 那我就先暫停一下